謝謝各位 謝謝主持人 好 那我今天講的這個主題是主要說是用LinaroTool來安裝Debian系統 其實只是安裝電腦 所以整個過程其實非常容易 算是非常容易的一個主題 不至於太難 那我本身是Canonical的Software Engineer 之前在Linaro工作過 現在是Linaro的Community 那其實要了解LinaroTool怎麼做呢 其實先稍微看一下Linaro的組織是最快的 例如說各位看一下 總共分成三大塊 那左邊這塊叫Working Groups 那基本上他們 你可以看到裡面有Toolchain Kernel 什麼Multimedia這些 所以他們基本上是在寫一些 跟平台沒有什麼相關的一些Code 那寫Code呢 就直接往Uptream去上傳送Page 送Bug Report之類的 那右邊這個呢 很明顯的就是跟平台非常非常相關的 叫Landing Team 那負責各個SoC的Kernel啦 一些非常非常Driver啦 非常非常硬體相關的東西 那中間這一塊呢 中間這一塊分成上中下三個區塊 那上面那個Lava是QA的東西 主要是做測試的 可以不用去管它 那最主要是這個 下面這一塊呢 最主要是說整合 最主要是說整合 例如說左邊他們在開發開發 然後開發過一陣子之後就整合進來 然後右邊這也是一樣的 因為右邊是平台相關的 那也是要整合到裡面去 那整合完之後呢 中間那個東西就會發布一個 就是有Android也有Ubuntu也有一些客製化的Linux 好 那我們直接來看一個實例 不是實例 是一個說明 就是說 通常來講的話 我們就是使用LinaroMediaCreate這個程式呢 去做Image 那基本上呢 你到Linaro的網頁上呢 你就可以看到有Ubuntu的Image 也有Android的Image 但是那些是平台無關的 你就下載Ubuntu的Image 或下載Android的Image 然後呢 接下來呢 你就下載這個平台相關的 例如說可能是Freescale的Hardware Pack 或是Samsung的Hardware Pack 然後把這兩個東西呢 用上面那個LinaroMediaCreate這個程式的組合起來 就可以找到最終的Image 這是Linaro的 目前是這樣設計的 所以 你就可以很方便的去產生你的Image 所以這就是一個實例 例如說 你在Linaro的網站上面 你可以下載到LinaroOneric 5G2 Desktop 這個一個點 踏點GZ 那這就是5G2的Image 它基本上就是平台無關的 所以你在下載這個之後呢 你再下載一個Hardware Pack 例如說Freescale的Hardware Pack 也是一個Table 也是一個Table 那這兩個Table呢 用底下那個LinaroMediaCreate 這個指令呢 去把它合併 那你就可以得到一個 例如說叫XX.Image的Image檔案 那這Image檔案呢 你用滴滴把它滴到一個Freshcard上面 你就可以 把這個Freescale的IMS53 boot起來 而且就是Ubuntu 然後 你可以看到上面有VGA接頭 它可以跑Unity2D這樣子 那這是Linaro的設計 那問題就在於說 OK 我今天講這個目的就是說 各位 也許我搶便宜 我在網路上買了一款硬體 但這款硬體 是Linaro沒有支援的 那這同時也代表說 例如說SoC廠 他們自己出了一塊自己的板子 也是Linaro所沒有支援的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意思 好 不管總之我買了一塊板子 那是Linaro沒有支援的 那這大概是它的一些資料 那我要怎麼做呢 我一步一步的講 其實很簡單 對於SoC廠而言呢 他們就是搞定Hardwork Pack就好了 他們不需要去管Ubuntu 也不需要去管Android 那個RootFS那一塊 他只要搞定他自己的Hardwork Pack 跟他硬體相關的那些原件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Hardwork Pack 它最主要就是 其實就是兩大塊 然後這就要把兩大塊 也合併成為Hardwork Pack 第一個就是Uboot 就是Bootloader 然後呢第二個呢 就是Kernel 然後第三個就是 你要知道怎麼把它產生成Hardwork Pack 其實這個是相當容易的一件事情 我後面會講的 例如說 好吧我們就看 BeagleBone 我從網路上買的 這個東西只要89塊美金 但我不是要推銷這個東西啦 那他們的Kernel呢 並沒有往Upstream整併 他們是自己一個獨立的GitTree 所以呢 很簡單就是把那個GitTree clone下來 然後呢 Mac DefConfig 對吧 DefConfig 但你也可以MacDefConfig之後呢 呃 呃 呃 保險是Uboot 你把Uboot 它Uboot也沒有到Option 所以 把Uboot的Kernel下來 然後呢 MacConfig之後呢 那你就可以得到個Binary 但是問題是說 問題是說 如果你要跟Ubuntu 或是Debian去做整合的話 你要把這個東西包成一個套件 任何你想要跟Ubuntu去做整合的話 你一定要透過包套件的方式 但是呢 這個套件很簡單 它幾乎是 幾乎是 你只要是Debian的Contributor 就一定會包的 因為 Uboot這種東西 就是MacConfig完之後 Mac 就產生了一個Binary 然後你把那個Binary 丟到某個目錄下就好了 所以你 你不見得會 一定要說是你是DD 或是DM 你才會這個東西 其實只要 只是一個DebianContributor 大概就有這個機能 所以對SOC場而言 如果 呃 你們需要人的話 其實找一個DebianContributor 就夠了 在這個步驟 那這個步驟呢 你就可以 build出你 Uboot的那個 Debian套件 那我 我把我build的套件 擺在 這個目錄底下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實際上相當容易 那 那 Kernel 第二個就是我們要把 Kernel呢 build成 Debian的套件 這個 這個部分呢 有些複雜 例如說我這邊寫 Kernel Debian Way 其實 Kernel在 跟 Uboot或Debian整合的時候 有分兩條路 一個是Debian Way 一個是UbootWay 可以看到 第一個還是把那個 Kernel給 Chrome下來 因為他沒有 Upstream 所以你只能從他的Tree Chrome下來 他的Kernel 再來是 MacDiffConfig 就是Configuration 當然你也可以 MacDiffConfig完之後 在MacMenuConfig 加你自己 想要的選項 把這個Kernel 開啟更多功能 也是可以的 然後最後呢 下這個指令 這個是Debian Way 所以你只要一行指令 就可以產生Debian Package 非常的容易 這是Debian Way 那UbootWay的話 是 GitClone之後呢 你去branch 那個 branch 他的這個 GitTree branch完之後呢 自己添加自己的 Debian的直目錄 然後把它commit進去 這是UbootWay 那基本上是一樣的 總之是要把它編成套件 那Debian Way的好處 就是說因為 UbootWay的好處是 它可以keep那個 Changelog 但是缺點就是 你可能需要 非常多的 Debian的包套件的知識 那 Debian Way的好處呢 就是你只要一行指令 你完全不用去管 Debian套件是怎麼包的 因為這行指令 它會自己幫你產生 Debian的直目錄 然後自己幫你build套件 然後build好之後 擺到上一層目錄 所以你只要一行指令就可以包好套件 所以呢 當你執行這一行指令的時候 然後 抱歉我電腦有點慢 OK 它就會產生這些套件 就是非常標準的Debian樣色套件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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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也是同樣的這個 那我也是同樣的把這個產生的套件呢 擺到我目錄底下去 可以讓各位做個參考 好 那现在我们有Uboot的Debian套件 我们有Kernel的Debian套件 接下来我们就要产生HotworkPack 产生HotworkPack看起来这个密密麻麻 看不太懂 其实自害小的吧 其实也没什么关系 因为大部分都是一些没有什么用的讯息 可以看到很多都是跟硬体相关的 什么Kernel address INIT ID address 但是红色部分是跟Kernel有关的 那蓝色部分是跟Uboot有关的 把这些设进去 设进去 然后执行这个指令 也是一样蓝色部分是跟这个Uboot有关的 红色部分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LocalDeep把它引进来 很复杂吗 其实没有很复杂 然后那个紫色那部分是 就是它的刚才我们编的config file 就这一行指令呢 你就可以创出这个HotworkPack 那你可以拿这个HotworkPack去跟 Uboot的image做结合 也可以去跟一些其他的OEM的Linux去做结合 你就可以产生你要的image 所以对SOC厂而言 我讲到这边其实就已经结束了 SOC厂大概要做的就是把HotworkPack做好 那你需要的人是什么 大概就是Debian Contributor就可以了 那你就可以 你已经有这个HotworkPack产生之后 你就可以跟Uboot去做合作 你就可以去跟Linux的东西去做合作 你不需要去自己管自己的生成一整套的 Uboot的或是Debian的image 好那接下来我要讲这个 Face SOC的部分 就另外一个部分 因为如果我们从Linux上面下载的话 我们只能下载到Uboot的image 跟Android的image Android的rootfs跟Uboot的rootfs 那如果我们要做Debian的rootfs要怎么做呢 其实也不难 因为做这个rootfs基本上就是用Debian的livebuilder去做的 所以下这个指令 那这些指令虽然看起来很复杂很多 那其实都是致式的 就算Uboot那边也是一样一大堆指令 但是你要改的地方就是这个绿色部分 像我们绿色部分这边用Quizzi 就是做出Debian的rootfs 但如果你改成什么Precise 它就会做出Uboot的rootfs 那当然你可以在这边加些你自己的想要东西 我后面会讲 那你也可以改它的Architecture 例如说Arm1L是比较旧的Arm 那新的有个比较快的叫ArmHF 使用ArmV7加上Hardfloat的加速 会比较快一些 所以如果你的CPU是 你的Arm的CPU是Cortex A8 A9 A15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改成ArmHF 让整个速度会变快一些 好的我们继续就是刚才那个指令下完之后呢 会产生一个很多很多档案 那你编辑这个档案把一些套件加进去 例如说我这边加了三个套件 这三个套件是一定要加的 因为Linaro在做Image的时候会需要这三个套件 但如果你想要在这边加你自己的SecretSource 也可以在这边加 但前提是你必须要把你自己的SecretSource先包好 成Debian套件 然后再把它加到这个列表里面就可以了 那底下呢 那因为LiveBuilder它不会设rootpassword 所以我写了 这边你可能要加一个Script去设一下rootpassword 同时也因为 Default Serial TTY是不会跑gety的 所以你也把它加到那个int tab里面 然后再重跑一次LBConfig 再速度LBBuild 除了LBBuilder就开除DebootTrap 然后做一大堆事情 但是很快的 你就会得到你的Binary.ta.g 这个东西呢就是Debian的rootfs 那你只要跟你刚才的HoloPack 做一个结合 好 举例来讲 举例来讲 我刚才有产生的Binary.ta.g 然后我刚才有我自己产生的 Unsupported data.g 的HoloPack 然后我用 一行指令Linaro ImageCreate MediaCreate 指定这些档案 我就可以产生XX.mg 然后XX.mg呢 我就滴滴到我的Beglebone裡面 它就会boot了 所以实际上相当的简单 所以我们现在回顾一下Linaro的设计 其实第二个设计就是 它希望能把这两个东西拆开 一个是OS vendor 什么是OS vendor 例如说Android Ubuntu Debian 什么Susage 这些都算是OS vendor 那OS vendor呢 就只要产生他们自己的 rootfs就可以了 那SoC呢 则负责产生 他们自己HoloPack 里面可能 里面就包含了Kernel 跟Uboot 跟Drivers 一些3D的Drivers 可以一起 包在里面 虽然我这个头片里面 没讲那个怎么做 但因为 Vegalbone本身也没有什么 Video output的东西 所以我这边也省去不讲 但是实际上可以做的 那各位可以看到 对SOC而言 整体来讲并不是很难 是吧 只要会 只要会一个很基本的Debian的 知识 就可以了 就可以 抓这些东西 OK 那我现在开放 大家问答 如果大家没什么问题的话 我就做live demo也可以的 好 各位有问题要问吗 这个是要吐槽我的吗 没有 可以回到之前的那个投影片吗 上一张 再上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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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边 就是我想问的是 那个速度啊 LB 那譬如说 你这下轮之后 它在build 成这个 那如果说我还要再重新 重新产生这个是 就是在修改我那个config里面的内容 然后再下一次 修改config的内容之后 再做一次LBconfig 再做一次LB 所以还要再多下一步 对 你要下那个 你就下那个第一行 要再下一次 就是你每改一次 那个config file 都要下一次LBconfig 去refresh那個config 它config是cash在 外台buildfail buildfail buildfail buildfail就是你改完config檔之后呢 你再做LBconfig 再速度LBbuild 应该就很快的重新build 你不需要把整个东西clean掉重来 因为clean掉重来 很慢 好 谢谢 还有什么问题吗 真的要做live demo吗 很无聊的 live demo大概要花10分钟 build一个image吗 所以有时候live demo是假的 就是把ttyplay这样子play一下 像唱对嘴 那你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 我一定会玩假 这边网路是有玩真的吗 说得好 所以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来欣赏Paul 带来精彩的live demo 唱对嘴是live demo 不要啦 开玩笑 我可以开这个 开这个给各位看就是 因为bigobong其实 不太需要节点 USB可以直接 直接驱动它 开玩笑 让一下 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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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这是我昨天做出的移民局 所以他就开进Debian而已 没什么了不起的啦 但如果各位需要研究的话 其实也可以来找我而已 但这个BeagleBone其实已经没什么好研究了 现在就是插这个把KernelSource把Uptream 但我必要讲的是Linault这种东西 其实只是一个便宜形式的方式 如果各位去看Debian Debian本身自己有个官方支持的两三款 那为什么官方可以支持 那代表他把所有的Kernel都完成了Uptream 第二呢在Debian里面要去改Debian installer 去支援他那一款 这是Debian最官方的做法 那我们其实这种做法其实相对于是比较便宜形式的做法 并不是很官方的 不过你可以把自己的 你可以把对边撞到随便一台Arm上 其实还我觉得这方法还蛮容易的 OK 这样就是已经boot完成了 就是Debian而已 对吧 然后我可以 我login然后Debian 格陆迪特斯 OK 大概就这样 还有人有问题吗 没有话就到这边可以了 OK 谢谢 我们掌声谢谢Paul带来的session